显然是相当困难 这一场大雨已经下了好几天 估计还会持续的下 位在越南西北部山区的莱州省 是灾情最为严重的 估计造成了332万美元的损失 越南因为基础设施不好 每一年的雨季和台风季节 至少都有上百人上升 好 再来就是大火无情的部分 我们看到了 真的